音乐 诸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制药360第二册 第四单元为正乎刚记 220 文王问诗上父曰 黄仁泽和上和下 和取和去 和尽和止 上父曰 上贤下不孝 取诚信 去诈位 尽暴乱 紫奢侍 十一条出自于箭三十一六套 文王是周文王 问他的老师上父 他的老师就是江太公 说为了人君子 硬推崇和人 所以做一个人君 作为一个领导人 应该推崇什么样的人 赤退和人 要赤退什么样的人 硬选拔和人 应该选拔什么样的人 凭忌和人 就是不要去用什么样的人 应该禁止什么事情 要防止什么事情 上父江太公就说了 应推崇有德才的人 应该要推崇有德能才干的人 赤退不孝之人 应选用诚实守信之人 要选用这样的人来办事 贫弃巧诈虚伪之人 要贫弃这个奸巧欺诈虚伪的人 这样的人要贫弃 应禁止暴乱之事 应该要禁止暴乱的事情 制止奸巧诈虚伪之风 要去限制这些奸巧浪费 这样的风气 那么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治国的刚技 好 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 祝大家福慧增长 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